如果你最近才開始想換手機的話 你一定會開始聽到別人跟你說 Snapdragon X Elite ProPilot Plus PC 等等 然後你可能會想知道有什麼分別 但你聽完別人說都好像聽不明白的話 這條影片就是幫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在這條影片中 我會跟你詳細解釋一下 什麼是Arm Base Windows Laptop 買這類手機到底有沒有符合 有什麼人應該買 有什麼人不應該買 還有應該選哪部和有什麼機器值得看 首先我們來看看Snapdragon X Elite是什麼 Laptop裡面通常有兩類晶片 一類就是大家從小聽到大的是Intel AMD出的晶片 Intel是X86架構 CPU RAM和GPU全部都是不同的硬件 它們之間會透過主機板和機身不同的插槽溝通 大概你可以幻想就是我們人體會有大腦 在經神經系統去控制身體不同的器官那種概念 而Snapdragon X Elite是適合晶片 比起傳統Intel晶片的架構是不同的 這類晶片叫System on Chip 是所有剛才說過的CPU、GPU、RAM等等 都放在同一張晶片裡面 你可以當作晶片本身是一塊機板 而所有硬件都會塞在裡面 那個概念 其實適合晶片都不是什麼新東西 Apple一組M Series的晶片都已經在用了 而Microsoft之前跟Qualcomm合作過 叫做Microsoft SQ123 那時候只是跟Surface Pro X那裡試行而已 Surface Pro 9 5G都是用過的 主要問題是軟件支援問題 我們平時用在Windows的一些程式 很多時候都因為晶片架構不同是用不回的 而沒有正式版本的程式 他們的解決方案就是在模擬器上行 如果你試過在Windows上用過Android的模擬器 你就不明白大概是這樣的概念了 速度會慢一點 以及吃RAM是吃多一點的 加上當時第一代和第二代的 適合晶片速度是很慢的 慢上加慢就會變得很浪漫的了 但是為什麼它還會繼續發展 是因為RAM的潛力很大 相比傳統Intel的晶片 主要解決了一些 Laptop上一直以來Windows機的主要問題 電量、發熱、風扇、聲音 我們先看看數據 看下去之前想大家幫忙做幾件事 給個讚個、留言 以及訂閱我和The BigBike Podcast 有更多訂閱我才能幫到大家 找到更多資源去繼續做內容 首先要注意的是 Snap Dragon X Plus和X Elite 會有分很多不同的不同的 每一張都有不同的Clock Speed 功耗和效能表現 然後你買Laptop的時候 你就要看它 把晶片後面的數字 去看它是屬於哪一個Model CPU效能跑分表現 Snap Dragon X Elite 或者Snap Dragon X Plus處理器的效能表現 會比最新的Intel Core Ultra 5 F Ultra 7和Apple M3 同時它的功耗比較小 它的能耗比會比 Intel 相比 Intel 相比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符合呢 最好的地方是速度比以前的Microsoft SQXXX的耳機晶片快了很多 用來做基本的東西會順了很多 即是文書、商務等等的用途 而你不插電的時候 它可以保持得到比較高的效能表現 就不會像Intel手機一樣 它不插電的時候就突然之間好像慢了很多的感覺 還有就是當你Sleep Mode用的電量會少很多 而大部份人試完的時候 基本上覺得伏的地方 通常都是用一些專業軟件出事 例如Premiere Pro, DaVinci Resolve 這裡給大家看看有什麼支援和不支援 大家也可以看看其他手機的評論 大概大家都有不同的程式 所以又回到Mac當初推Arm Base Laptop的Apple M1的時候 Apple比較容易跟建築者配合 因為它整個平台之後的Apps都轉成Arm Base 多些人會理會它 但在Windows很多人都未必會理會它 因為還有一大堆人在用X86架構的軟件 還有那些需要更高運算效能的程式 或者專業軟件暫時在Snapdragon晶片裡 給不到那種效能 然後是Microsoft說的Copilot Plus功能 大家有看Price有看雞蛋妹 我不多說了 如果你覺得很有用的話 我就沒有意見 但你看完你覺得好像未必會經常用的功能 那Copilot Plus PC對你來說 其實生產力真的不太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暫時規定一定要在Copilot Plus PC 即Snapdragon Laptop上去行動的功能 其實只有三個 其中一個沒有了就是沒有了那個Record功能 AI Caption和Cocreator的功能 Record就是讓你看回你的手機裡 在不同時候工作的一些記錄 去幫你找回一些重要的資訊用 現在因為私隱問題暫時不能用 AI Caption的功能主要是幫你實時轉譯影片上說的 包括繁體中文型 最後就是Cocreator 就是根據你畫的東西 去幫你展示圖出來的功能 那這些功能你覺得有用的話 你才值得買Copilot Plus PC 但我相信對大部份用家來說 這個只是感像天花的功能 多於必要的功能 那所以哪些人應該買 哪些人不應該買 如果你只是一個普通用家的話 想買一部Laptop做文書工作 看影片上課堂做功課的話 經常帶出家又要輕又要電量好些 你可以考慮的就是 最新的Snapdragon晶片的Laptop 有些什麼人不應該買的就是 創作者、攝影師、3D工作、做音樂、平面設計 一切需要到專業軟件的人 又或者打遊戲 其實全部都應該等下 接著跟大家看看哪一部值得看的 Snapdragon Laptop 第一部Surface Pro 11 這部是整張List裡唯一一部 二合一Windows平板 如果你想用筆寫畫畫畫 當作平板用 你可以選擇它 它這代終於有OLED螢幕 當然啦 價錢真的不便宜 另一部Surface Laptop 7 比起Surface Pro的話 它機身設計造工會好些 鍵盤打字和觸控板會好用很多 螢幕屏佔比它上代同款是好 Wrapcam、喇叭等等都很好 而且它比Surface Pro便宜些 不過它就只有LCD螢幕 第三部Lenovo Yoga Slim 7X 這部效能表現應該是整張List裡最出色 色水和整體造工都蠻出色的 螢幕都蠻好的 有3K 16x10 OLED螢幕 鍵盤喇叭都不錯 電量亦都很出色 不過這部的插孔會少些 而Webcam是不行的 Trap Pack就沒有Surface Laptop那些好用 第四部ASUS VivoBook S15 這部好的是它多抵玩 還有它有3K OLED螢幕 不過是16x9 插孔好齊 還有電量都足夠 不過這部機器有點重 設計一般 鍵盤的燈和它的鍵是不合的 還有文書機我多不喜歡 有Lump Pack的設計 第五部 Galaxy Book 4 Edge 它好的地方是夠薄 機身造工都OK 還有它相對來說 在這張List裡是比較輕的選擇 但它鍵盤是垃圾級別的 部機螢幕校位都很不夠firm 效能都一般 最後一部DELL XPS9345 它是挺輕的 還有造工好 螢幕都OK的 3K OLED 16x10 屏佔比很高 還有它用MAT面看起來就不太反光 會舒服一點 鍵盤側感都OK 不過打字手感一般 Track Pack就不可以 還有超級貴 還有兩部可能會有Track 大家也可以看看 就是Acer Swift 14 AI 還有HP Omnibook X 這次就是這麼多 希望幫到大家知道 多一點關於SnapJunk X Elixit和Copilot Plus PC是什麼 記得看我講過的Laptop選購紙 還有如果你想看二手Laptop 就看這條 我們在那條影片再見 拜拜